台中有一位年近半百的太太 今天凌晨拿着打火机 跑到民进党总部外面 去点燃一面蔡英文的旗帜 然后骑车落跑了 她很快就被抓了 她说是零酒醉 临时起义要烧旗帜 但是蔡英文竞选团队 呼吁大家选前一定要冷静 凌晨十分远景到民进党总部巡逻 警车才离开不到二十秒 一名夫人从对象车道逆向 骑了过来到总部外围的停车场 鬼鬼祟祟蹲了下来 拿出打火机点燃其中一面 蔡英文联合宣传的旗帜 火从下方网上延烧 旗帜几乎被烧毁了二分之一 夫人在点燃旗帜之后 迅速骑车离开现场 我们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应该要理性平和 来看待这一次的选举 不要有这样子暴力的行为 夫人烧毁的就是正面蔡英文 和立委参选人谢明媛的宣传旗帜 旗子被烧得焦黑破损 警方调约监视器 巡线抓到这名四十五岁的夫人 打扮流行的夫人 被抓回警局工程 当晚是和朋友喝完酒 临时起意才会烧毁旗帜 后来我们车他的酒精反应是0.13 那他情绪也是非常不稳定 那目前我们了解的话 他是因为更的行为 他没有所谓的一些 他没有所谓的 政党的一个倾向 民间党台中市总部将在30号成立 如今发生烧旗事件 总部提高警觉 呼吁选民要冷静 面对选情 众人秀李孟章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